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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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呢 赶紧上课了 上课了 上课了 别聊了 来 你们俩 是哪个班的 一班的 一班的 还正是一班的 赶紧回教室 马上课了 动起来 动起来 老大 那有两个位子 怎么了 我们提升活该坐这儿吗 那几个位子 本来就是给学习差的人做 我说你怎么就不学乖呢 提测没测过瘾是吧 那个 老大 我刚好我近视眼 我坐这儿我看得清真挺好的 等会儿 你这儿班长 位置是你安排的 怎么 合班才第一天就想找麻烦 我是班长 就座位的事是我负责 但是 你负责 那我就好奇了 你想让我们四个 谁坐那儿啊 你有意见趁我使 别撒在我兄弟身上 这个座位的事是这样的 我们班 我去都没了 要挑什么位置 有座就测了 你说什么呢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就问问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也顺便问问你 这两个位置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这个事确实是我负责的 但是至于你们四个谁做 要按成绩而定 因为我们班是按成绩选座 没有任何人针对你们 吵什么吵 都想站着上课吗 老师 这几个体育生 一来就捣乱 选个座位挑三拣四 还吓唬咱们同学 一点都不合群 你合群 你合群 你合群你怎么做这儿 听一说你成绩也不咋的 文化是垫底的吧 行了 抄抄什么 文化生所有跟我出来 体育生留下 坐下 坐下 我调整了一下座位 你先坐在后面 何老让人 我让班长照顾一下体育生 你先坐在后面 我让班长照顾一下体育生 赵强 明春后面 我去吧 刚刚合班 你们有一些误会是正常的 毕竟彼此还不了解 可是老师真心希望 你们可以放下偏见 互帮互助 我们一起度过 告终最后一年